可以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民众享受烛光晚餐 因为餐厅限电措施接到漆黑一片 现在乌克兰境内总共有超过100万个家庭面临无电可用 只是俄军周六连夜再度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目标都是能源基础设施 对此泽伦斯基表示俄军共发射了33枚飞弹 拦截击落其中18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